第五题,第五题到第八题是题主 端午节廉假,爸爸妈妈打算带杰伦去乡下的外婆家 体验一下农村生活 对于城市里长大的我,觉得什么都好奇 一群小鸡跟在母鸡周围,发出各大的声音 母鸡不停地叫唤 下午我们来到了绿油油的菜地里 有许多蔬菜,有丝瓜、青菜等 体验了农村的生活 吃着外婆家餐桌上的食物 是自己家养的重的,很新鲜 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天 第五题是我们说 杰伦想到最近理化客老师上的有机化合物单元 所以想检验外婆的农田里 有哪些的化合物是否为有机物 试问可以怎么判断呢 A. 取一块放在火上燃烧 如果可烧就是有机物 可烧不可烧是指可燃性跟不可燃性跟有机物无关 我们的乙醇酒精是可燃的 但我们通常不会说醋酸乙酸是可燃的 所以选项A是错的 选项B. 取一块隔绝空气加热 如果有碳残留就是有机物 这个是对的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做干溜实验 那么有残留出碳 就判断它是有机化合物或是说有机物 所以选项B是对的 选项C. 取一块用广用式子测试 如果为中性就是有机物 这个是错的 这个是酸碱性 我们的醋酸是有机物 而它是呈酸性而不是中性的 所以选项C. 是错的 选项株 取一块溶于水测导电性 如果可导电就是有机物 这个也是错的 那么水溶液可导电是指的是电解值 并不是有机物 我们的乙醇酒精是有机物 可是它溶于水之后不导电 所以选项株是错的 因此第五题问我们说 试问可以怎么判断呢 我们答案选的是B 取一块隔绝空气加热 如果有碳残留就是有机物